当地时间13号下午正在卢森堡举行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理事会第四届年会上 亚投行理事会经过审议 批准吸收贝宁、吉布提、卢旺达为亚投行第九批新成员 至此亚投行成员数量增值100个 贷款总额达到85亿美元 来自贝宁、吉布提、卢旺达的代表们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本届年会 加入亚投行的申请正式通过后 新成员的代表纷纷表示 期待与亚投行之间的合作 会为本国基础建设发展 以及未来亚洲、欧洲以及非洲之间的互联互通 带来更多给予 我们有很高兴奋 首先我们今天很高兴奋 Rwanda已经在这一位大盟 这一位大家庭的100个组织 我们有100个组织 这是一个很高兴奋 所以我们想要参加其他组织 我们想要参加其他组织 而是用于亚投行的产品 而是用于亚投行的产品 为产生图的产品 产生图的产品 很多东西 友谊和云联系 产生图 这就是产生图的产品 和产生图的产品 我們很誇張 我們會很誇張 我們會很誇張 今天會有一個 我們會很開心 我們會很開心 一起做的 我們會有的朋友 從亞洲 和阿諸 和阿諸 感谢观看